女孩将镜片绑在扫把上 一次次试探外面的枪手 一次 两次 直到第三次 子弹射中了窗台 女孩由此判断出狙击手大概位置 她顺势爬到高处 女孩来到沙发 准备拿取底下手枪还击 没曾想却意外在沙发下 发现了一把狙击枪 女孩没有多想 直接拿出狙击枪 开始了还击 女孩名叫志安 是一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 但她现在却因为死去的叔叔 招惹上杀身之祸 故事回到开始 两天前 一个猥琐的男人 偷偷前进女卫生间 打算偷拍里面的人 不料 正好被里面的侄女郑志安 一顿暴打丢了出来 警察只能将二人 全部带回了警局 可令郑志安没想到的是 那个人渣 竟然要以故意伤人 最起诉自己 警察也并不希望 节外生枝 只能告诉郑志安 希望能与他的监护人 见面 进行和解 无奈之下 郑志安只能拨通 叔叔郑静弯的电话 他刚开口 打算说明这里的情况是 电话那头传来的 居然不是叔叔的声音 而是一位自称警察的人 告诉了自己 叔叔死亡的消息 思绪拉回到几年前 很早以前 志安就发现了叔叔的异常 不仅住所的窗户 换成了防弹玻璃 还用特制的金属 制作了一个防弹衣柜 此外 还特意向自己说 如果士兵死亡 为了辨别死亡的士兵 每个人都会被赋予 一个特殊的编号 而这个编号 将会伴随这名士兵的 整个军旅生涯 而作为学生 学籍编号 便是他需要铭记的特殊编号 甚至为了让志安记住 叔叔还特意重复了三遍 没想到 这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没过一会儿 警察带着志安来到殡仪馆 认领叔叔的尸体 当白布掀开 他发现 叔叔的脖子处 竟然有一个伤口 按理说 人自杀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 这让他不禁感到疑惑 可能是为了解除这个疑惑 警察告诉志安 因为种种疑点 他们展开过调查 可经过多方排查发现 一周的时间内 没有任何人靠近过正经弯的房子 另外通过技术鉴定 他们也判断出 脖子上的伤口是本人造成 所以警方便已自意结案了 听到警察的描述 志安并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签下了死亡确认书 然而他却注意到 一旁的警察投来了奇怪的目光 签署完死亡确认书后 志安突然发现 叔叔的脚踝处 居然刻有协助杀人的纹身字样 这让志安认为 叔叔的死亡有蹊跷 为了筹备叔叔的葬礼 他来到了乡下的老家拿照片 恰好碰上了儿时的玩伴正义 他贴心地为叔叔处理了一项 还在两人交谈间透露出 自己曾在叔叔的水管店内 做过几天的兼职 甚至他还知道 叔叔死亡的地方是在卫生间 证明为了不让志安伤心 就由他来打扫卫生间 叔叔的葬礼如期举行 但葬礼现场 却迎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这两个人默不作声 安静地坐到桌前 就连村长上前打招呼 也不做丝毫的回应 参加葬礼的村民们忍不住吐槽 也许郑静弯的真实身份 是某个黑道堂主 或者是一名间谍 听到嚼舌根的村长 忍不住坐到桌前 呵斥几人不要随意猜测 原来 当初村长与他们的父亲 因为参与赌博欠下巨额赌债 就在他心灰意楼 打算离开世界之际 是郑静弯进来阻止了他的行为 并丢下了一笔钱离开 如果不是这笔钱 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些人坐在这里 在一旁默默听到这话的志安 突然感觉叔叔十分的陌生 他甚至就连这些消息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 正在卫生间打扫卫生的郑静 发现吊柜上有个血纸印 打开后发现 里面摆着一台老式按键手机 次日葬礼结束后 志安带着骨灰回到老宅中 郑静也拿出昨晚发现的手机 交给志安 可志安分明记得 上大学时 叔叔便与他一同换了最新的手机 出于好奇 他打开手机 不成想 这是一条短信传来 短信上写着 已经汇入七千万韩元 货物什么时候可以收到 对于这番云里雾里的话 志安忍不住感叹 七千万韩币要卖多少水管 接着志安查看了一下存款 里面的数字让他也忍不住扎舌 里面匪夷所思的数字 让他认为自己出现幻觉 将手机递给郑明再次确认 里面赫然有着187亿的存款 两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 这是可以靠卖水管所能赚到的钱 这时 志安突然想起 郑明为叔叔维护的那个网站 两人迅速登上网站 试图寻找答案 按照店里最贵的一款水管换算 七千万韩元 至少可以买十一千米 显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个人农用水准 两人心中画起了大大的问号 随即证明利用自己的网络技术 在网站的后台中 找到了一串代码 跟随代码 他们果然来到一个英语网站 网站的主页英文 赫然就是叔叔脚踝上的那串文字 网站自动登录 两人点开网页 居然发现 网页内售卖的都是军火 这说明 郑静湾是一位地下军火商 还不等两人看完里面的内容 一名买家发来消息 买家询问 定的货物到底多久能到 仔细思考过后 他告诉对方 因为特殊情况 店铺即将关闭 款项也会依照原路返回 然而没想到 对方竟然发来一句 既然郑静湾已死 那么志安 你今天也会死定了 还不等两人分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家中门铃突然响起 志安拿起可是电话 电话内的女人 说自己叫敏慧 是郑静湾的中文老师 老手机这时也传来短信 信息上写着 不要死在其他人手里 等自己过来 就在志安还在思考之际 敲打窗户的声音响起 刚才的女人口口声声说 因为大门没关 她才进来 接着继续说道 是否可以在家中 等郑静湾回来 志安果断拒绝了敏慧的请求 没想到 她也是识趣地离开了这里 殊不知 刚离开没多久的敏慧手中 便举起一个像榴弹的武器 对准这里 画面来到志安小时候 原来 多年前失踪许久的叔叔郑静湾 突然回到家中 本以为生活会变得就此安稳 谁知奶奶突然离世 郑静湾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同志安父亲商量 要进行验试 但安爸认为 母亲长期患病 只是因为郑静湾突然地回归 这才恢复了一点力气 而且他认为 重新试检是对母亲的不尊重 所以言辞拒绝了郑静湾的请求 两人的争吵声音 引来志安母亲 就在他拜托两人小声一点时 志安不小心打翻了奶奶的灵位 于是志安母亲顺势提议 由郑静湾暂时照料志安 夫妻俩则继续进行母亲的葬礼 可郑静湾刚离开没多久 一个杀手便进入到灵堂中 杀害了志安的父母 另一边 带志安回家的志安告诉他 死亡其实并不可怕 就比如像狮王一样 面临猎狗的死亡威胁 他从不会大声吼叫 因为狮子是强者 只有弱者才会不断乱叫 静湾教育志安要变得坚强 然而 刚经历生死的志安依旧有些害怕 正当静湾打算继续开导志安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接听手机后的静湾 脸色瞬间大变 他立即俯下身告诉志安 自己要去殡仪馆 与志安的父母谈一些事情 志安只能一个人待在家中 明天他的朋友会来这里 但千万不要直接开门 一定要出一个谜语 考一下对方 只有对方说出答案 才能让他进来 如果对方答不出来 千万要躲起来 第二天一早 志安便被一阵敲门的声音吵醒 他缓缓来到门口 踮起脚努力凑向猫眼 看到一个人也在巷里面看 志安依照约定向对方出提 然而话音刚落 门锁就被撬开 男人突然露出凶狠的表情 正打算向着志安行凶时 一个人从外面将男人拽了出去 随着外面的声音渐渐消失 打斗也接近尾声 拽走男人的人走了进来 用手机回答了志安的问题 可还没等两人交流完 门外再次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叔叔朋友慌乱地将志安藏在卧室中 随后关上门便转身离开 由于事发突然 志安只记得 那个人手上有一个金色的直火 不一会儿 传来打斗与倒地声 听外面没了声响 好奇的志安打开了房门 打算看看外面的情况 起料 叔叔朋友已经被打倒在地 坏人正砍掉叔叔朋友的手 血腥的场景 吓得志安立刻关上房门 慌乱的他 现在只想找个地方赶紧躲起来 果然 房门很快被推开 两个杀手大摇大摆走进来 一名杀手可能是由于太过疲惫 直接躺在床上 忽然他注意到 窗户似乎被人刻意打开 于是立刻来到窗边 竟然真的就让他看到 挂在窗外上的志安 男人本以为胜券在握 谁曾想志安果断松手 安全地掉在了下面的沙发上 来不及多想 志安起身就跑 一名杀手也紧随其后 两人你追我敢 还没等走出多远 志安就被一辆车撞翻倒地 很快他就被送往医院 迷迷糊糊间 志安听到两名警察的交谈 得知自己父母被害 而自己 则成为了因为情绪激动 才导致出车祸的人 住进医院的当晚 志安看到一头狼 居然叼着带有只虎的那只手 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就在这只畜生即将扑向志安时 他猛然惊醒 好在这只是一场梦 与此同时 杀手也追到了志安所在的医院中 杀手轻轻地走进病房 给枪装上消音器 一把掀开被子 没想到 被子里面只有两个枕头 原来听到动静的志安 早早地就躲在门后 趁杀手前往病床的间隙逃了出来 逃出后的他 一路误打误撞闯进停尸间 跟随踪迹 杀手也紧随其后赶到 杀手联系同伴 在外随时待命 自己则进去打算彻底结束这件事 听到外面杀手的声音 志安紧张万分 集中生智的他 拉开一个停尸柜就钻了进去 没想到 里面正是自己死去的母亲 杀手走进来后 先是观察了一眼停尸柜的温度 随后将目光锁定在 温度最高的停尸柜上 他打开上柜没有发现 正要打开下柜时 身后传来的响动 他立刻警惕起来 眼见是自己的同伴 刚放下戒备 一发子弹朝他射来 冰柜里 志安听到外面的打斗声 不由地抓紧母亲的裹尸布 但因为停尸柜内温度太低 很快他就晕了过去 没过一会儿 外面打斗声停止 静弯打开停尸柜的门 发现里面躺着的 竟然是自己嫂子 他深深看了一眼 便抱着志安离开了这里 画面一转 静弯带着志安来到乡下的老宅 可此时的志安 因为短时间受到巨大刺激 患上了解离性失忆症 以及失语症 对于自己的失误 造成的这般影响 静弯十分自责 在门口不住地扇自己耳光 为了让侄女摆脱病魔 静弯想尽了一切办法 经常用小纸条与志安交流 可因为志安的失语症 导致他上学时 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霸凌 甚至将他关在学校的仓库内 长时间幽闭的环境 让志安再次产生幻觉 只见梦中的那匹恶狼 缓缓靠近他 情急之下 他竟然直接喊出了静弯的名字 听到侄女再次能够说话 静弯心中喜不胜收 当晚便安排了一顿丰盛的烤肉宴 收回曾经的思绪 再次回到现在 拒绝完敏会的志安 再次回到电脑旁 继续研究之前的网站 证明发现 这个网站 是一种严格的会员制度经营 只有审核通过的人 才能加入进来 并且唯有会员 才可以在网站中购买东西 并且 每个会员都有不同的特性 根据需求 每个人购买的东西也将不一样 一共分为四种会员 红色代表杀手与雇佣兵 可以购买武器 炸弹以及剧毒物质 紫色代表间谍 可以提供不让人轻易发现的监听设备 还有一部分清醒武器 更有身份被发现时 能够毫无痛苦死亡的毒药 红色代表青道夫 就是专门处理善后的人员 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处理尸体 以及抹去痕迹的化学物品 最后一个 是最为特殊的存在 那就是绿色 它没有标记任何专属权限 只是在最后标明 只要任何人攻击绿色权限者 那么所有会员 都必须竭尽全力保护绿色权限者 一堆信息瞬间涌入治安的脑海中 让他不免有些当机 他很想知道 网站的绿色权限究竟是谁 这个人究竟是做什么的 证明这时打断了治安的话 他说绿色权限其实就是创立者 而目前网站中只有两个绿色权限 就是治安与他的叔叔郑靖弯 还没等两人交流完 外面突然传来巨响 卧室内一阵晃动 两人快速来到客厅中查看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走出来一看 发现院外的围墙 竟然被炸出一个大缺口 还不等两人想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 一架无人机缓缓落下 对着两人便疯狂射击 好在子弹并没有射穿防弹窗户 眼见已经被团团围住 治安拉着正名向着后门跑去 只见又一架无人机悬在眼前 治安赶紧关上防门 疯狂后退 没成想 无人机的子弹竟然连大门都没射穿 这时两人才反应过来 大门也是防弹材质的 两人鼓足勇气来到大厅 惊讶地发现 玻璃也是防弹材质 而外面的无人机 此刻也停止了射击 只见第一次射击的无人机 喷出一个不明物体 紧接着 四周的无人机全部开始喷射 不消片刻 数量越来越多 下一秒 剧烈地爆炸 瞬间就将防弹玻璃摧火 治安快速逃到卧室中 可正名却脚下一滑倒在地上 好在无人机紧盯着治安射击 正名偷偷爬向一间书房钻了进去 无人机缓缓向前靠近 走进书房 眼见只有一个柜中可以藏人 无人机果断火力全开 没想到 竟然没能破开储物轨 无人机再次喷射炸弹 随着爆炸声 藏在里面的正名被发现 千军一发之际 治安冲了进来 用弹弓直接击中无人机 见无人机被打落 立刻冲上去一顿打砸 无人机也彻底熄火 将无人机彻底砸毁后 治安也想起 自己十七岁时 叔叔带着他去爬山器间 找来工程队 对家里进行了修缮 随后 静弯便带着治安来到山上 谁知夜幕降临 叔叔居然在下山时发高烧 静弯称为了能够顺利下山 指着地图五公里外的小木屋 说那里可以拨通急救电话 看着高烧的叔叔 治安选择冒险独自下山 然而治安刚离开不久 静弯就恢复如初 原来这一切 都是静弯为了锻炼侄女的应变能力 很快 治安按照地图来到标记的木屋 起料木屋刚打开 里面居然有着一群恶狼在近视 他们面前甚至还有一只断手 并且那只断手让他似曾相识 恐怖的场景使治安连连后退 可恶狼却在不断地在逼近自己 治安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掏出兜里的弹弓射向恶狼 但并没有任何作用 小狼趁机咬住治安的衣服 跑在他捡起一旁的石头 赶跑了小狼 这时 治安也想起叔叔曾说过的话 他再次拉起弹弓 狠狠地射向面前的狼头 这回狼头吃痛 跑走了 治安也终于理解了叔叔说的话 然而周围还有树枝不死心的恶狼环绕 好在叔叔及时赶到 开枪吓走了这些狼 回家的路上 治安也反应过来 叔叔这是在装逼 并询问枪的来历 叔叔称 枪一直在包内 是装修工头目借给自己的 治安闹脾气说 明知道有枪 居然还只是给自己一把弹弓出去 叔叔解释说 因为治安不会用枪 怕误伤才会这样 接下来的时间 可能是预料到自己会有危险 也可能是为了让治安有自保能力 叔叔开始传授治安使用手枪 没想到 这一天这么快就到来 时间再次回到现在 为了逃出去 他顶着被炸下来的防弹柜门 缓缓向外走去 然而屋外的杀手 并不想就这么放过治安 操纵无人机 在柜门再次粘上炸弹 眼见无人机开始调整枪口 准备向着两人射击时 好在先前敲门的敏慧 手持电子干扰器 打断了无人机的操纵 吓破胆的正明 跌跌撞撞地走出角落 没想到 被走进来的敏慧一把料到 随后用手表扫描了一下 居然显示错误 敏慧疑惑地质问正明是谁 正明回答 自己是治安的朋友 听后敏慧并没有痛下杀手 而是给正明注射了一针麻醉剂 治安听到外面动静 手持弹弓 缓缓走了出来 质问敏慧 是不是来刺杀自己的杀手 敏慧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略带嘲讽地说 居然敢拿弹弓出来迎敌 治安眼见自己问不出答案 随即松开了握住弹弓的手 躲开弹弓的攻击后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只是片刻的功夫 治安便被敏慧制服在地 不等治安多说什么 敏慧再次掏出手表确认身份 当他看到手表处亮起绿色灯光 敏慧也明白 治安就是他要保护的人 但他没有立即放开治安 说着 他不同于叔叔的沉稳 是一个冲动的人 如果要活下去 希望治安从现在起 可以用静弯的想法行动 随后便松开了 潜注治安的手 就在误会即将解除之际 一发子弹射中身后的全家福 就在另一发子弹 即将再次射来之际 敏慧一把推开治安 原来这一切 都是外面的那群杀手 为了得到高额奖金所为 敏慧也说出自己出现的原因 静弯组建的网站中 绿色会员只有治安与静弯两人 而治安的手臂中 就植入有绿色会员代码 并且 无论任何人获得代码 都有义务保护两人 巨大的信息量 让治安一时间不知所措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 治安刚冒头 一发子弹便射了过来 敏慧见状 拿出一枚烟雾弹 远处的杀手视野瞬间被遮挡 杀手通知同伴 很快一架无人机便来到屋内 驱散了屋里的烟雾 可没想到 屋内有人开枪打落了无人机 这时 杀手也看到了敏慧 认出他是拥有紫色与红色的S级杀手 发出疑问后 紧接着 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打中了对方的手臂 这也让敏慧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 敏慧的出现 让在外准备行动的杀手 瞬间都不淡定 连忙打电话给头目 说要继续任务的话 就要加钱 听到老板的承诺 杀手们继续行动 另一边 治安想捡起不远处的枪进行反击 然而还没走多远 就被远处的狙击手 用子弹弹飞了手枪 为了拿到手枪 治安跳出了开头的信仰一跃 翻开沙发 发现了沙发下的EWM 根据敏慧的指导扣动扳机 子弹冲向远处的狙击手 但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与此同时 杀手们也已经来到屋外 因为屋里有敏慧的存在 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女杀手也察觉到屋外的情况 让治安与正明前往仓库 话音刚落 双方便在正面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不得已 治安与正明带着防弹柜们 从后门偷偷溜了出去 然而车内的狙击手 发现了两人的小动作 随即给楼下的同伴通风报信 还没等两人走到仓库大门 狙击手便一枪将两人击倒 这把正明吓得顿时呆坐在地 治安立刻安慰呆坐的正明 殊不知 他已经暴露在狙击手的眼中 看到这一幕的狙击手 正打算扣动扳机 好在敏慧快人一步 一枪结果了坐在驾驶位的人 顿时 狙击手被吓得不敢露头 另一边 捡回一条命的治安两人 顺利进入到仓库中 就在两人愣神之际 敌人也杀入这里 幸好敏慧也听到动静 及时赶来仓库 将两人放入一处安全的地方后 便开始在外面大开杀戒 凭借矫剑的身法 短短几分钟 便干掉了先头人员 另一边 根据敏慧的提醒 治安也发现了一旁的密码锁 可不论如何尝试 都没能打开 急得他疯狂跺脚 突然治安想起 叔叔曾经与自己说过的士兵话题 果然 尝试过后 大门应声打开 随着电梯缓缓下降 里面竟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天地 眼前的一幕 彻底镇住两人 治安不敢想象 自己的叔叔居然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正当两人感到无比震惊时 一个蒙面男手握枪 缓缓向着两人走来 此人是谁 他怎么会在这里 带着疑问留下关注 让我们敬请期待下一期 杀人者购物中心视频的更新